哈囉 大家好 我是英文老師Cind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數學老師Bonni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國文老師Elly 上禮拜學測剛結束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想要來挑戰 大家最討厭的國英數三科 國英數應該是大家最討厭的吧 我是還蠻討厭數學的啦 我是還蠻討厭國文的啦 等一下呢 我們就分別出題給對方寫 那數學老師你不可以出太難喔 因為我高中畢業之後就再沒有結束過數學了 所以數學已經全部忘光了 我高中是念文組的 所以我大概從國中畢業之後就沒有結束過數學了 太誇張了吧 這次我挑的題目計算量都蠻少的 而且我還附了這個公式表 我人超好 公式表 好可怕 好可怕 對 你覺得這個對我們會有幫助嗎 你還念的出來應該是有點印象嗎 我覺得好可怕 好吧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公平 因為英文 就是英文大家 上大學之後都一定還要接觸嘛 所以我覺得你們英文也不可能太差 沒有人想太多 沒有人想太多了 而且我覺得這對我才不公平 這次學測號稱數學是近五年最簡單的數學 是嗎 對啊 好吧那我就讓你看看我的實力 那我們等一下就猜拳決定誰先出題囉 好那我們就猜拳 剪刀石頭布 好我先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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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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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嗯 好 天啊 好 那我剛剛已經把題目都傳給你們 看你們的手機 好 好 第一題要說的是 題組 第十七題 OK 第十七題 所以 Continue那一題嗎 對 就是Continue那一題 那它是題組題 但是 因為它是在全新的一段 所以其實你可以不用看第一段 直接從第二段的開頭來看就可以了 字也太多了吧 嗯 喔 我到底是在考什麼 我猜是B吧 是嗎 那我們要怎麼做答案 直接講什麼 直接講你的答案 嗯 豬嗎 好 郭文老師的答案是B 數學老師的答案 我覺得 真的 完了 我覺得我會錯 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 那我再看一下 一定要嚇好你手嗎 對啊 等一下 我突然又覺得是C了 B 我還是選B好了 好 嗯 豬 好 答案是 豬 啊 我剛剛沒看清楚了 不是那個字 我這麼小 我近視八百多 好 請 英文老師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豬 好來解釋一下 從這一題呢 其實你不用看前面 嗯 前面的話你不需要懂他意思 只要看到說 這一整篇文章 他的實態就是過去式嘛 對不對 看得出來是過去式 好 那我們從上面這一句 However 來開始看 However 然後鬥號 Many people Either refusing to accept a new date or not having heard about it 然後呢 又鬥號 To celebrate 空格在這邊 To celebrate New Year's Day On April 1st 好 那 Many people 這句話呢 However Many people 有個鬥號對不對 這邊從這個鬥號 畢次到下一個鬥號 之前都有跟大家講過說 兩個鬥號 等於是 括號 所以兩個鬥號 跟括號是一樣的 意思就是 它只是補充 補充 所以主詞是 Many people 那Many people 接下來呢 它就是要接它的動詞 那Many people 接的動詞 當然就直接用 過去簡單是 Continued To celebrate New Year's Day 就好了 好 所以 有沒有注意到 這兩個鬥號呢 只要你有注意到 這兩個鬥號 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中間的東西 你是可以直接省略的 直接從Many people 跳到這個動詞的地方來看 嗯 好 太久了 這段可以剪掉吧 嗯 好 下一題 就是數學老師來出囉 好 那接下來數學是第六頁 啊 一樣是選前題的 1 第六頁最上面那一題 那這可能就會用到你的公式表了 第六頁 要用到哪一個公式啊 AZ想一下啊 算這個 我覺得是三角函數啦 我真的不會算這些了 這三角形當然是 三角函數 我可以直接放棄 大家可以吃了 我猜 還是你趕快可以打吃 我沒有在吃啊 那我用 手指當比例池好了 可以啊 我覺得大概是 所以它有兩個數字 所以應該是1開頭 我覺得是11公分 是1開頭沒錯 按段段比例 也不可能是20幾嗎 對 沒錯 你看我已經猜對一個答案了 可是你只填對一格是沒有分 喔真的嗎 對啊 神奇奇 兩格都答對才有分 蛤 因為我覺得 那我再看一下我剛才畫的比例池 我覺得要走旁門左道 你慢慢算 你看它跟15比哪個比較長啊 你就縮小範圍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它一定是15以內啊 是嗎 嗯 類似 所以不是11嗎 欸你快寫出來啦 完蛋 真的是這個 快寫出來啦 有這個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已經忘記什麼是口三 等一下 你快寫出來 我有感覺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是這個 那你可以某個方式算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 口三 是什麼 所以 1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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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各位同學請善用各種工具好嗎 然後你在辛辛苦苦算數學 有一些是很殘酷的 不要這樣教壞小孩了 好 好 來宿全老師來講 如何解決這一題 我們來講解一下 到底什麼是口三 我已經管誰不懂 等一下果然老師來示範要怎麼亮出來 這三公分 就這樣做 那剛才辛辛苦已經快要做出來了 我們就 首先我們先把 題目給的條件寫上去嘛 然後 還有其他你知道的你都可以填 譬如說這裡有一條直線 這個角是120 所以它的另一邊就是60 好 那這個三角形你已經知道兩個角是60 所以這個也會是60 它是正三角形 表示這所有的邊都一樣長 777 那再回到這邊 我們看這邊有一條直線 這邊是60 就表示這裡是120 那這個三角形已經有一個30 一個120 剩下一定是30 所以它是等腰嘛 那這15 這也15 所以這條是找大力 好 那我們就單獨把這個 心底最後卡住的地方拿出來 它說 A B E這個三角形 你已經知道 其中兩個邊了 一個是8 一個是7 還有它們的夾角是120度 那我們就放進余玄定理裡 余玄定理的 這個前面的C 跟後面這個cosc 就是一個角跟它的對邊的關係 也就是我們想要求這個 A B長度的平方 它就會等於8平方加7平方 減掉2乘7乘8 所以cos120度 那問題就是cos120度是多少 對啊 到底是多少 cos120度 在你高中的時候 你應該都 會記得啦 我有記過這種東西 是要配的嗎 那cos120度 我們會知道很多三角形素的性質 所以你可以用各種性質 幫你自己找到 譬如說我們隨便講一個cos120度跟60度是互補 所以它們的cos值 剛好差一個負號 你說很好 cos60度一定不能忘記啊 cos60度我們就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邊是60度 然後它的邊長比 就是你小學的那塊三角板 2比1比剛好3 所以cos60度是1分之1 cos120是它的補角 所以cos120是負的2分之1 所以你這邊算出來 就是64加49加56等於169 所以ab就是13 耶 硬數學老師的要求 沒有要求 好啦那我給你們選 就是你們要考古典師 還是要考國學常識 就是那個文學流變 然後還是要考 一篇關於陳樹菊小行星的文章閱讀 我覺得兩個都不會 兩個都不會 不用國學常識 國學常識 我沒有國學常識 好那就考國學常識 不要啊 我想要知道已經忘光的人 大家會怎麼答 等一下我高中的國安老師 我還罵我 不是啊 我素小老師 你在下面留言 對不起國安老師 來40題 這題就是活生生的 我覺得最近的學測 國文學測考題其實都已經 越來越生活化 然後考的真的是你的語文能力 而不是你對國學常識 寄送的東西有多少 但是這是少數幾題 我覺得必須動用到一點寄送的知識的 欸這樣不是就要記得說 誰會記得啦 誰會記得啦 沒有星期幾 他們的年代是什麼時候 誰會記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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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可能 就憑感覺吧 我覺得A跟B不是 嗯哼 C有 應該有吧 我對 禮遇有 比較有印象 嗯 然後 然後 既然把AB刪掉了 所以我 不知道該怎麼寫了 我就會寫C注意 C注意 C注意 好我們來公佈正確答案 答案是 C注意 哇 觸小聲太強了 好 這一題的話也是很簡單解一下 但是這一題其實 還蠻多是在考詞的流變 所以我覺得相較前兩題 就比較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有點考你記不記得這樣子 一個是它是說 但是它的提示已經蠻多 它說五代詞跟宋詞的差別 那簡單來說 因為五代詞呢 我們一開始都會說 詞的聲發是從那個 清樓出館 就是那種 寄院啊 飯廳啊 就是找一些女生來唱歌給你聽 所以呢 或者是王公貴族的宴席上 就像我們這樣子三個美女 然後就會唱歌給客人聽這樣子 那這種過程呢 所產生出來的詞 都是男女之情 男歡女愛 然後比較柔美的那一種 這是五代詞的特色 那到宋代呢 就是一開始 大致上也是承襲這種風氣 所以有劉詠那種詞 劉詠真的已經是有點改造 因為它就比較長了 那接下來呢 到了蘇氏開始 就是為之一變 就是它可能就把一些 士大夫的情感什麼的 加進詞裡面 所以就變得比較雄混 比較豪邁 豪放詞就是這樣來 所以我們會說晚約詞是詞的正宗 從五代開始一直來到現在 就是 對不起 來到北宋初期 那個就是正宗 然後呢 後面呢 從書室開始 會有一些豪放詞的出現 然後尤其到南宋的時候 星氣集他們 因為那種國魄家王 所以就大量寫豪放詞 好 知道這個知識背景之後 我們就很好聽啦 就是像蘇氏老師說的 A B一定是錯的 所以就只剩C 住E可以選 這樣子 嗯 好 那我覺得比較需要 動用到記憶的 真的就是E選項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星氣集是誰 那這一題可能就選不出來 這樣子 星氣集就是那個 夢迴吹叫聯姨 然後 五時弦翻賽外聲 那一個 然後 嗯 嗯 好 沒事 咔咔咔就這樣子 然後都忘記了 然後就這樣 嗯 看完今天的影片 大家有沒有對國音樹 這三顆更有信心了呢 應該對英文很有信心吧 應該是國文吧 應該是國文吧 數學 數學怎麼可能是數學 數學應該是最討厭的 哪有 好不然的話大家 你在下面留言 留言你最討厭的科目 一定是數學對不對 是數學 是英文 要記得留言 歡迎大家 按讚訂閱分享 大家掰掰 下次再見 嗨嗨 嗨嗨 好下次喔